安罗东有两家紧邻的店挂上了红布条 看起来好像是在互相伤害 左边的热炒店就用箭头指着隔壁店家 说他们家的鸡排都随便炸 那么右边的严苏鸡店家的这个摊贩 他们也是不甘示弱 指着隔壁的热炒店家 在红布条上写什么呢 说他们家的炒饭也随便乱炒 两家看起来是互相在指控互不相让 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 不过当地的居民说 两个人其实是好朋友 可能是宣传的创意 他们家的鸡排怎么样 随便炸一炸而已 他们家的炒饭呢 两间店各自挂上大大的红布条 直接当街对唱 左边热炒店的布条指着隔壁咸酥鸡店 写着他们家的鸡排都随便乱炸 右边的咸酥鸡店则回唱 他们家的炒饭也随便乱炒 这图一泡上网立刻引发热烈讨论 还有网友笑说身为天秤座的我 应该两家都会买 复近民众说 两个老板互相认识 不是闹不和 而这当街对唱的红布条 也确实吸引众人目光 疫情生意也难做啦 就跟隔壁的老板喔 大家年轻人找个梗啦 生意有变得比较好吗 稍微还是有提升啦 就是让大家能见度有 有比较看得到 让店家互相伤害的布条 成功吸睛 引起顾客注意 其实我们两个这还不错啦 记得理科砚 宜兰报导